這真聽不見是每天的談桌面 那我們就先直接來問問了 在二十大的五年一次的總書記報告 那最終我們先講針對台灣台海的部分 跟你的預期你認為差不多嗎 也沒有什麼新的詞出現 有啦你如果比較當然有新的詞啦 脈絡也不太一樣 新的詞就是17 18 19大的報告 沒有直接把武力寫出來嘛 以前他這位說不會放棄一切手段 那對境外勢力等等 就17到19的時候 就是對台獨對境外勢力 所以第一個觀察就是從十六大以來 第一次再出現武力這兩個字 那可是他是有上下脈絡的啦 就是說他前面有一個大脈絡就說 他要繼續推動反分裂與反干涉的 重大鬥爭 那反干涉這個用語 就是很明顯就針對美國嘛 那因為他前面是先set這個調 那後面就說國際情勢複雜又嚴峻 所以我覺得整個調子就是 因為你要知道習近平第一任跟第二任 他前面不太一樣啦 第一任他是順手做國內的反腐敗嘛 然後大概奠定了這個中國 後來他十年發展的那個經貿的基礎嘛 比如說一帶一路啊 然後亞投行啊互聯網Plus啦 那都是在第一任五年啊 任內做的啊 那到了十九大你知道2017到2021嘛 一下就碰到川普的貿易戰了對不對 然後後來又變成科技戰打華為 然後後來又碰到新冠疫情 然後拜登上來之後 不但貿易戰沒有放緩 科技戰還加劇 然後你去看他這個 這個十月十六號 就二十大開之前發生了什麼事嘛 他十月一號是國慶嘛 然後十月三號美國公佈了四年一度的 國家安全戰略 那擺明的就是把你當做未來十年的敵人啊 沒錯 最大的戰略對手啊 這非常明顯的定調 然後十月七號就是 半導體輸出管制最大的一波公佈了嘛 對不對 他是在這個氛圍下 然後還有台灣政策法 你不要忘了 那八月四號 八月三號還有佩洛西來談 八月四號他做了一個圍台演習 就在這個氛圍下 整個鋪盤下來了 開了十六大嘛 二十大 十月十六號的二十大 所以我覺得整個基調就是 國際形勢嚴峻 那美國開始把他當作對手 然後介入方方面面 包括台灣 所以總的基調我認為就是 與美國鬥爭 對 所以你從這個基調看 他所講的動武是指什麼 他看起來不像是跟我們講話 講的是我們 但看起來不像跟我們講話 我跟你講啊 因為比如說你看圍台演習 他有一個地方是花東 花東就是針對關島嘛 宜蘭就是針對 美軍在日本的基地嘛 所以他所謂的動武指的是美國嘛 就是而且他現在談台獨 很少有在談台灣內部了啦 他大部分都在談以美磨獨嘛 都是講以美磨獨 過去一年的調子都是以美磨獨 所以他大概也瞭解到就是說 事實上民進黨大概也知道 他的底線在哪裡 或者說他知道兩岸的紅線在哪裡 比如說他不會宣佈台獨嘛 他不會去修憲改國號嘛等等嘛 或者碰那個領土範圍那些條文嘛 可是美國到底要把台灣推到哪裡 這個沒有人知道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他對台灣的那個部分 事實上有關那個硬的部分 所謂的反台獨的部分 我覺得是主要的定調就是以美磨獨的部分 就美國要介入啦 那因應這個部分他要反獨會更硬 所以他就直接把武力說出來了 可是他後來不是後面又加了一段嗎 說兩岸的事情應該由兩岸的中國人 自己來處理 然後很多人就把他解讀 他這又是對台灣具備的戰略耐心 對 因為如果不是美國介入 他事實上 就是不在那個前提之下的話 他不想打啦 他事實上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我們自己來處理不行嗎 那他也願意做觸統的動作 他不是講到兩岸人民的一些 什麼促容 交流等等 他的意思就是說 事實上兩岸走到今天 事實上大概的問題 大家心知肚明的啦 那如果不是有美國在介入 所造成的一些變數 那我們應該可以自己處理吧 大概就是那個意思啦 我覺得 所以趙春山老師講的 我覺得是很準確的啦 他說反獨越硬嘛 然後觸統越轉嘛 那這個反獨我認為 他主要是針對美國 那觸統就是針對人民嘛 可是就要看二十大之後 他會不會有一些具體措施 那亮哥你說反獨越硬 那觸統越軟 那就真的有套用到 選副雄華所說的 那他認為台灣無戰事啊 至少這五年內 如果不是美國啦 這五年內就還是2027嘛 不是啦我知道啦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坦白說啦 對中國大陸來講 因為統一 統一之後他是要治理台灣的 他並不是要打敗你而已 他是要治理 治理就是說他是要面對後果 面對後果就是 你如果真的是發生戰爭 那就會留下很多仇恨 如果死傷很大 像烏克蘭這樣 你就會製造很多仇恨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 絕對不是中國大陸的上策 這個應該是最下策啦 那他的上策 當然就是說我們自己談吧 那這個美國如果要介入 要以武魔獨 那台灣人民應該會有 明治的判斷 我覺得他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你應該會有 自己的明治的判斷 那如果有明治的判斷之後 那這個兩岸可以好好談 就是這個意思 那請問是美國使他 大家終於看明白 台海之間應該怎麼解嗎 我覺得你如果看那個 我剛剛已經跟你講了嘛 說17大18大19大 都沒有出現武力嘛 對不對 那照理講你19大 就已經是蔡英文執政了 為什麼沒有 因為他不認為小英要這樣幹 因為小英如果要幹 他大概就會去大張旗鼓 說要什麼宣佈台獨了 改國號了修憲 那事實上都沒有 他都一直在克制在知道這是紅線 所以他19大基本上就 基本上他事實上 19大還有那個詞啊 叫做做好港澳工作 對台工作還有這種詞啊 那後來不是公佈了那個 31項對台的善意的措施嗎 對 會台政策 對啊 會台措施嘛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19大的氛圍就是那樣 因為那時候美國還沒有 明顯介入 強勢介入 可是20大他所碰到的美國就是 至少最近一年有明顯的變化嘛 就是美國反中的民調高漲嘛 超過80幾% 然後美國軍方對台灣沒有準備認真打仗 越來越感到不耐或者是著急 對不對 然後就要通過法律來幫你對不對 然後台灣政策法裡面也有很多有關台灣定位的東西 事實上跟台獨沒有什麼區別啦 所以我覺得他當然會看到這種動作嘛 對 那還包括白宮 也開始呼籲台灣應該要成為武器庫啊 不是嗎 那台灣的常備兵也要增加為一年嘛 對不對 這個他不可能沒看到啦 那總的那個壓力的來源 他覺得都是美國啊 對 而不是台灣自己在那邊醞釀的啊 我覺得他看得相當清楚啦 看得不妙吧 結束了 你看得不妙